日前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接触记者采访时提及中美关系 表示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在内的所有事项都在谈判之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 对外交部的这番表态我们该如何理解 在特朗普一心要把台湾当筹码的相关表态下 民进党当局为何愈发紧张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朱松岭 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张有华为您深入解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吴敦义阵营喊出突破10万份联署 立跨中国国民党主席参选门槛 此举有何用意 台湾时事评论员蔡正元张有华有深入分析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于20号宣誓就职 为了这场就职活动 他的团队已经筹款将近1亿美元创下记录 而且捐款数额还在继续增加 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就职点礼办的如此大手笔 时事评论员刘华有专业分析 美国后任总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及中美关系 声称包括一个中国政策在内的所有事项都在谈判之列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打记者问时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谈判的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 他不会承诺一个中国的政策 直到他看到北京在货币和贸易行为方面的进展 路透社称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会支持数十年一直支撑美中关系的一个中国政策时 特朗普说一切都在协商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打记者问时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 陆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谈判的 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 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凡是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是原则 不是可以交易的标题物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立场坚明 态度明确 不容置疑的 任何国际势力都不要拿台湾做交易的幻想 所以不管美国政党如何轮替 领导人如何变迁 必须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维护核心利益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这个完整 维护国家统一 任何国家都不要做这样的一个 拿这个做交易的一个幻想 另外2011年11月10号 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 题目是为拯救美国经济 舍弃台湾吧 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国际安全问题的前研究员保罗凯恩 事隔多年 台湾东森新闻云 中时电子报等多家媒体 14号爆出一则惊人消息 在维基解密曝光的希拉里一封邮件中 希拉里曾经公然为该文章点赞 称这个想法很聪明 让我们来讨论吧 台湾问题呢 它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障碍 它总是在关键时刻 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所以这也引起了这个 美国的这个部分政治人物 和权威学者的思考 应该说弃台论的这个出台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为舍弃台湾点赞呢 也是他们思考的应有的反应 所以这意味着啊 台湾在美国的这个部分政客那里 是负担 是要减负的 那么有部分美国的政治人物啊 把台湾当作这个 与中国谈判的筹码 想借此为美国谋取更大的利益 不管怎么看 台湾都是被当作棋子用的 历史上台湾 曾经被美国两次宠卖过 两次抛弃过 所以啊 台湾如果不能积极主动的 发展两岸关系 都能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和大陆积极的这个协商谈判 达成和平协议 解决两岸的政治对地问题 恐怕不排除第三次 被抛弃的这个命运 近来外界称 台湾地区是美国筹码的说法 不绝于耳 对此台湾地区前所谓 驻美代表沈吕荀 日前表示 在美国后任总统 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布局中 台湾是理想的棋子 台当局应有缜密设计 并呼吁在外事上 蓝绿阵营应立场一致 蔡英文13号也表示 自己听说过筹码说 但台湾有能力面对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前所谓 驻美代表沈吕荀 13号上午出席 特朗普的亚太战略 及冲击座谈会时表示 特朗普对亚太的期盼 是军力安全 无堪率 经贸利多 滚滚来 不过亚太目前的现状 与特朗普的愿景相去甚远 大陆正不断崛起 与此同时 特朗普还面临着 一系列全球性议题 例如中东 反恐等都需要与北京合作 因此 即使特朗普的未来策略 带有许多不可预测性 但也难以想象 会在其亚太战略主轴设计中 包含对美国传统一中政策的翻转 然而就全面布局而言 台湾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棋子 沈吕荀表示 特朗普团队中 所谓疑忠 仇忠 而对台友善的人是不少 在台湾地区同美国的关系上 未来给予若干改善 也并非不可想象 但台湾是否照单全收 如何包装使之细水长流 应有缜密设计 此外 他还呼吁在外事的部分 蓝绿阵营应当立场一致 对于筹码说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自然也有所耳闻 当地时间13号 身在萨尔瓦多的蔡英文表示 台湾有能力面对 并且会以台湾地区的利益为优先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河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欣灵 感谢月华不秀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 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蔡正元 蔡执行长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老朋友时事评论员 张永华先生 张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特朗普声称 一中政策在谈判之列 对此外交部是表达了严正的立场 表示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以谈判的 我们想请教一下蔡执行长 对于特朗普再度的 是去牵扯到了一中政策 您的一个分析 以及说对于外交部的一个回应 您的判断 外交部发言人 他的发言还是四评八文 并没有什么火气 基本上还没有说要跟特朗普政府正式杠上了这样的一个语气平和的味道 但是特朗普政府却以他本人接受媒体访问 或者在所谓推特上发言 他已经摆明了要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筹码 换句话说就是把台湾作为筹码 来跟中国大陆进行大国的博弈 那目前摆出来的证事也很清楚 他会从军事外交政治三个方面 来所谓的立抗中国的一个很谈判的一个架势 所以在政治方面 他一定会大力的像在支持港独一样 来支持台湾岛内内部的台独势力 让台湾岛上侧色底底成为一个台独势力永久盘踞的岛屿 第二个在军事上 他会要求蔡英文政权 积极的向美国购买很多过去买不到的武器 所以一定会大量的销售武装蔡英文政权的一些武装军备 让他更有信心去立抗中国 同时在外交方面 特朗普政府也准备的大幅度提高蔡英文政权在美国的外交地位 包括所谓的文武官员的交流 包括代表次的规格 包括蔡英文本人去美国进出的一个方便性 所以也见得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是越走越极端 他终极目标就一个 拿一个中国以及台湾当筹码 来威吓北京来威吓全体中国人民 所以这个时候北京的应对就要非常的审慎 而且应对如果太软弱的话 会让特朗普政权觉得他这一套是走得通的 所以他会越走越极端 执行长刚刚有提到说 未来的话特朗普可能会越来越极端 并且有提到说 现在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 我们想请教一下张先生 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于岛内来讲的话 民进党方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 觉得有一座新靠山 而是觉得说越来越紧张 为什么会越来越紧张 当一中政策动摇的时候 那配合台湾岛内内部 尤其是民进党激进派 他们认为是找到靠山 但是蔡英文她当然会理解 无论是旗子或筹码 未必对台湾有利 中国大陆很可能会直接施压给台湾 而不是美国 那第二个呢 蔡英文内部认为 一旦台海局势那有变的话 会影响到整个东亚政局的发展 反而对台湾非常的不利 那第三个 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叫做弃台论的论调 就是说当他提出这个政策上的辩论 又配合一种政策的动摇的时候 台湾反而顿失依靠 而这种顿失依靠 对蔡英文来说的话 是承受不起的重担 今天王健壮也有一篇文章 他说台海局势已经到了风险管控阶段 当台海局势进入风险管控阶段的时候 请问台湾他还有发言权吗 他绝对没有 一旦台海局势进入风险管控 只会压缩台湾的空间 你尤其在安全困境的压力下 台湾做什么都不对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蔡英文 他从他就任到了今天 他表现的是越来越低调 因为他知道当一中政策动摇的时候 最不利于的就是台湾未来的发展 刚刚张先生有提到 就是说对于蔡英文来讲的话 有些状况是他承受不起的 那很明显现在在美国方面的话 一方面有计台论 还有一方面有筹码论等等 以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蔡英文的表态是 认为说现在台当局有能力 可以去应对的 我们想请教执行长 在您的观察之中的话 蔡英文依然是有能力 去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吗 蔡英文可能跟你们的理解的 会少有所不同 蔡英文他过去在从事政治工作以来 一向是台面上非常的冷静 台面下非常的积极 所以即使是两岸关系非常的紧张 他表面上也非常的平静 他表面上也会声称说他不挑衅任何一方 但事实上他在台湾底下 会去积极的去推动台独势力的巩固 重建跟发展 那这一点是不要去怀疑他 他这样一个坚定的意志 换句话说从蔡英文的角度来看 只要你解放军还没有解除台湾岛的武装 你解放军还没有攻占澎湖岛 他都不会出面跟你谈判 他甚至也不会出面跟你屈服 这一点不要很多人判断错误 因为我跟蔡英文曾经在立法院共识过 他的个性我非常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在没有到达不见黄河之前 他是心不死的 所以他一定会积极的配合美国人跟日本人 去推动黄明氏的台独 把台湾岛进一步的台独化 进一步的往日本倾斜 那么扮演日本跟美国在东海南海 对抗中国的旗子 这一点你们如果有所怀疑的话 有一天你们会发现你们都弄错了 好 说到蔡英文我们要来关注 蔡英文结束了中美洲的行程 搭乘专机飞往美国过境途中 有一位台湾记者是当面喊道 要一立一休 这是现在岛内的政策 结果蔡英文笑着说 这不是跟我说的 是跟你老板说 这句话让劳工团体是一肚子活 质疑蔡英文 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底话 根本是选前选后不同调 我们一起来看 蔡英文行程进入尾声 专机上关心随行记者 休息一下别过劳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给你修 那你先跟我说 因为你老板说 台湾就是这样 这个毛发毛都不是 跟你脂肪说 就是来跟郑民吧 这个郑民 对此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在社交网站脸书发文 痛批蔡英文当局 就是麻烦的制造机 只会推卸责任 去年 复兴航空员工声泪俱下 向蔡当局求助 因为复兴航空无预警倒闭 员工一息失业 几次协商都破局 以前在野的时候 不是天天想说找政府吗 找政府吗 以前说马政府 没有办法照顾劳工 所以大家才寄望你 这个蔡英文政府 就现在你拿到权力 解决不了问题 一粒一粒也没弄好 不然间这个杀手不管 好像他从来不是他的事 蔡英文这样的发言 实在是非常荒谬 像这些新航的事情 就是即便有工会 那资方他要把厂关掉 那如果整个法规制度 跟政府他不介入的话 其实你劳工可以怎么样 劳团一肚子火 质疑蔡英文说出心底话 根本是选前选后不同调 民进党一向认为 劳工是我朋友 2011年蔡英文 为了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保证照顾劳工的承诺 还言犹在耳 台湾媒体嘲讽称 现在上台后 劳工恐怕不再是 蔡当局心中最软的那块了 你不要跟我说 你跟你老板说 一粒一休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台湾岛内最新的民调 中国时报上面 头版的消息 过半的民众不爽 一粒一休 那再转过头来 刚刚短片我们看到 蔡英文面对记者 是当面喊说 我们应该一粒一休 笑着说 这不要跟我讲 去跟你老板讲 他这种表态 到底算是失言 还是说只是一种 轻松的调侃 诱惑事 他就是知道 这个飞机一落地的时候 就要面对他在走之前 就留下来的烂摊子 我们请教一下 执行长 基本上一粒一休 是蔡英文拍板定案 一连串的操作上的失误 以及法令本身的不健全 不符合实际 就目前 所有的劳工界的朋友们 都是抱怨连连 然后资方 就是雇方老板们 也叫苦连天 那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蔡英文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蔡英文 他自己做的一个窟窿 他今天竟然大喇喇地讲说 他是公亲便士族 关键说本来是你们 劳资双方的事情 我只是公亲 你们怎么跑过来 怪政府跟政府抱怨 而且还跟劳工朋友讲说 你们要自己找 你们的雇主跟老板 去谈 去争取 不要老是把矛头 对着蔡英文政府 这番售是百分之百的 推卸责任 因为在这个法案讨论之前 各方面意见都有告诉他说 这个自爱难行 他都自若罔闻 他的观念还提出说 物质不昧丁力 不会受影响 还提出说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会自然调节 就今天产生的结果 都让大家都预料中了 最坏的状况都出现了 可是这个时候 他双手一摊 跟我无关 我只是公亲 这你叫劳方 资方怎么听得下去 这些规矩不是你定的吗 这些规矩不是你蔡英文 拍板定案吗 跟你讲不行 你应要搞 而且还自称为 这种改革 就越改越糟 只证明一件事情 你根本就是个庸医 那你庸医把人 给治病给治坏了 你现在不负责任说 你自然生病 老百姓当然听不下去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国民党 是乐见这样的发展 因为蔡英文拿刀砍他自己 省得我们去跟他搏斗 可是另外换面来讲 台湾的经济因此而沉沦 我们也不乐意看到 以刚才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50%不只是说 全部都是劳动者 不只全部是劳工 还有资方的部分 其实蔡英文在前往中美洲之前 就有亲自的跟 一些企业界的大佬谈话过 没有想到在当时 其实就闹出不愉快 于是在隔天 有一位大佬 马上就对媒体放话说 这是三叔的 是非常不客气的 蔡英文亲自出面 找企业界 也就是找资方 他的本意是什么 而在谈完之后 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请教张先生 那今天中国时报讲的一粒一休 为什么五成以上不满意 民进党的选票大概有四成二跟四成三吧 对不对 四成二四成三你把它扣掉好了 扣掉现在包含民进党都在反对 就是说这里面 它说明了一件事情 劳工 当局 还有企业家 三者都面临的 不知道如何解困的尴尬局面 那现在蔡英文说 一粒一休 那你回去问你老板好了 等等那些 这个除了是不负责任以外 那你更重要的那是冷血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看 他现在真正他造成的影响 蔡英文只是把他当做 那你们这些是抗议 没有反应在那个选票上 刚刚正元兄讲的对 没有反应在那个选票上 他不来黎明 可是真正会影响到他选举的时候 我想再过半年或者是一年 那我跟你担保 再过半年以后 那我判断应该春节以后 蔡英文会全盘检讨 一粒一休 因为人家跟他讲 春节这样子一搞下去的话 那时候引起民怨 当你引起民怨 那你不去解决的时候 请问民进党的选票 它会提升吗 未来极有可能选票会教训民进党 而反映在蔡英文 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的身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要跟两位 继续来谈一下 关于国民党选举的事情 欢迎回来 支持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 有可能会出现五强争霸的局面 要成为正式的候选人 必须通过3%的党员 大约是1万多人联署的门槛 各阵营积极备战 由于党主席洪秀柱去年 缴交了8万多份的联署书 冲出最高票 今年气势更是不能输 还有消息指出 吴敦义阵营是喊出 要突破10万份 企图拉高声势 吴宏阵营已将选战的焦点 转向了基层的动员 我们一起来看 据报道 截至1月13号指 中国国民党党员有89万192人 具有投票权总数是23万4669人 黄复兴党部可投票人数 6万7189人 另外统计显示 65岁以上且党领满40年以上 加上中低收入户申请 免缴党费的党员数 则有19万7343人 最终国民党如果以35万 具有投票权的党员计算 选党主席需取得 1500名党员联署 且联署不得重复 否则视为无效票 去年补选时 红秀柱缴交8万份联署书 仅约38000余份合格 党务人士预估 本届若5人参选 以合格率进半 至少需缴交2万份联署书 才能取得参选资格 据了解 红秀柱阵营 借各地挺住后援会拼联署 吴敦义阵营 则透过派系人脉及中常委 党代表等争取支持 此外 党内人士透露 副主席吼龙斌 着重军系 台北市和明代系统 国光生计董事长詹启贤 与前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韩国瑜 也各有党内实力争取联署 国民党秘书长墨天虎说 4月参选登记后 才会正式展开联署 表格未出炉前 各候选人可预先准备 党务系统会维持中立 中常委姚江龄指出 拼联署就是秀肌肉 如果吴敦义 红秀柱都达到10万份 有人恐怕就无法跨过门槛 国民党主席之争 多位参选人都打出金国牌 不过外界质疑 金国牌在国民党内是王道 但年轻世代显得无感 与台湾社会又显得脱节 对此 郝龙斌14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指出 大家都在拥抱蒋金国 大家尊敬 也重视怀念追思之后 国民党要找出 下一个30年的新策略 新未来接班心血 已经刻不容缓 面对媒体询问 有关争取黄复兴党部选票 郝龙斌表示 因为自己在眷村长大 跟黄复兴党部成员 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并非因为选举 才争取黄复兴党部支持 他强调 自己本身就是大家庭的一份子 这是他获得认同的原因 这边蔡执行长在这边 我们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当然上一次的时候 红主席的联署是相当多 那这一次 吴敦印方面提出10万这个数字 这个10万的数字 是不是限制在说 有投票权的党员之间 那么并且 吴敦印方面提出一个 10万位的数字以后的话 它有怎样的一个用意吗 我是党务主管 所以我必须要维持这个 在党内选举的一个党务中立 那所谓的提出党员连署 这个连署的党员 是只要有党权就好 不一定要有投票权 因为有投票权就表示说 你今年要缴党会才有投票权 所以就我一个党务主管的立场 我会觉得参选的越多越好 然后连署的人越多越好 因为这样党生机勃勃 不要像过去 我们老式选举就是一个马英九在选 那整个党都冷得不得了的 这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那越多人来竞争 就表示说 这个国民党还有人要 不像过去大家想 好像国民党已经衰退了 已经衰落了 现在证明一件事情 就国民党还是很多有志之士 想要为他来负责 为他来贡献 所以不管是红秀柱 吴敦义 韩国瑜 或者其他的郝龙斌 还有其他的重要人士 他们就来参选 就一个党路主管律常来讲 我都热烈欢迎 那他们要积极去联署 我们也的热烈鼓励的支持 吴敦义咬住十万 他纯粹是说为了在数字上面盖过上一次的八万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考虑 他希望说能够透过十万去压倒红秀柱 是代表他自在必得 自在必得 但是他能不能达成这个心愿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第三个就是郑元凶刚刚讲的 就是说没有缴党费的你也能联署 没有缴党费的你也能联署 但是基本盘是两万 基本盘是两万人起跳 一万十 对啊将近两万了嘛 将近两万人起跳 那换句话说 没有投票权的都可以去联署的话 这是虚胖吧 是不是虚胖 这个就是一种虚胖吧 不是我跟你报告 因为在联署的时间 还不晓得他今年有没有交党会 对啊 可是320 可是我跟你讲 320常自大妈有没有交党会 我跟你讲 台湾的政坛 我拿民进党跟国民党做一个比较 民进党每一次他要提名前的时候 也是党员联署 党员联署结果是什么 提名人去帮党员交党费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 我相信民进党有 国民党会会有 国民党一定会有嘛 那国民党也没那么清高啦 但是吴敦毅的用意 就是说对于这个主席的职位 我要自在必得 然后第二步 我要去控制2018的选情 然后第三步 是不是2020增大位 因为他任期四年嘛 四年就刚刚好 那也到了2020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吴敦毅 他为什么他非要提10万票 除了要压过红秀柱以外 他还要测试 他的党意跟民意 是不是支持他 2020增大位 另外我们要请教一下张先生 就是我们会看到 国民党内部 其实上大概有 刚才算一下 大概60多万的党员 目前是失联 或者说存在一个 不交党费的状况 同时还有一个数据 就显示说 目前在国民党内部的话 高龄于中低收入户 大概是有接近20万人 以这两个数字来讲 一个是60多万 还有个20多万 有什么样的分析 就是党意跟民意之间 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落差 就是说你国民党的党意 是不是能够反映出民意 就是五个候选人 你究竟是党意 你还是民意 党意跟民意之间的落差 我跟补充说明一下 党员结构跟选民结构 不一样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的结构上 有三分之一支持国民党 有三分之一支持民进党 然后中间的 有将近三成到四成的人 是没有党派的 所以没有党派的人 不会去加入哪一个党 所以自然 所以民进党里面 加入民党大部分都是台独分子 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今天真正的重要问题 就是说 你民进党党主席的改选 第一个你要夺回政权 第二个你要拿回六都 那你第三个 你以一个选举为主体的政党 那你除非说那我永不执政 那当然 郑元凶讲的就有道理 可是你还要把执政权 给拿了回来的话 没有关心 因为那个时候你推了公职人员 就要经了起民意的考验 考验嘛 对呀 因为你党主席不是代表人民 是代表党员嘛 但是你推公职人员 就要代表选民的意向 但是马英九自己讲过 他虽然身为国民党的党员 他要照顾的除了是全体国民党的党员以外 他还要照顾台湾的民众 他刚好相反 他没有照顾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全部都照顾民进党的支持者 好 今天马英九崩盘的原因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一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请领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我们继续关注岛内新闻 13号是蒋经国逝世29周年纪念日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前往桃园大溪头疗 拜业蒋经国临请后 一如往年转往大溪老街 到蒋经国新年曾走访过的豆干店 购买伴手礼 与业者交谈互动中 马英九十分关心台湾经济和两岸关系 特别是大陆游客缩减带来的影响 也提到自己施政期间 努力改善两岸关系 为台湾带来多少观光客 创造多少经济利益 马英九一如往年 准时到达临请 向蒋经国表达追思 马英九现在临请中庭担任主记者 依照仪式献花追思 而后进入临请 站在蒋经国遗诏和林关之前 追思了三分钟 表情哀戚 黯然离开 半夜结束后 马英九一如往年 转往大溪老街的豆干店 购买伴手礼 业者事后受访表示 马英九还是跟往年一样 买了近八千八百元新台币的豆干 据介绍 马英九从十多年前开始 每年到头疗业龄 都会购买豆干作为伴手礼 延续蒋经国生前最爱的习惯 结识许多民间友人 据业者观察 没有了领导人的光环 马英九似乎更能开心聊天 但言谈之中 还是十分关心台湾经济与两岸关系 特别是陆客缩减后带来的影响 业者表示 由于自家在慈湖两讲园区 也有开门市 自然因陆客缩减深受影响 马英九仔细询问 生意调了多少 也提到他施政期间 努力改善两岸关系 为台湾带来多少观光客 创造多少经济利益 下面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据环球网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于20号宣誓就任 为了这场就职活动 他的团队已经筹款将近1亿美元 创了记录 而且有望继续增加 另外安保问题也是目前外界较为关注的点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日前表示 安保人员将全力以赴 保证就职典礼的安全 严防发生类似德国和法国的卡车恐怖袭击事件 美联社报道称 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委员会 已经为就职典礼筹得创纪录的9000多万美元 约合6.2亿元人民币 比现任总统奥巴马两届就职典礼筹得的总和还要多 奥巴马就职委员会的主管史蒂夫·克里根感叹 9000万美元实在太奢侈了 针对这笔巨款如何花费 特朗普就职仪式首席策划透露 特朗普团队希望就职仪式不要呈现出一种马戏团势氛围 而应以回归工作为主基调 特朗普就职委员会发言人鲍里斯·埃普·施泰因说 委员会将举办多场世界顶级活动 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收看到 特朗普本周表示就职仪式当天将会人山人海 同时将是非常非常优雅的一天 虽然有巨额捐款 但是就职典礼及相关活动仍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公款支付 美联社大概算了一笔账 搭建面积900多平方米的典礼台花费将近500万美元 负责宣誓仪式午餐和军队检阅活动的委员会 将获得125万美元经费 国会警察的加班费就高达250万美元 另外华盛顿市长穆里尔·鲍泽表示 市政方面至少需要投入3000万美元 不过联邦政府将会全额报销 而对于就职仪式的安保问题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日情表示 目前未发现有针对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特定或可信的袭击 安保人员将全力以赴保证就职典礼安全 严防发生类似德国和法国的卡车恐怖袭击事件 约翰逊说 估计到时将有70万至90万人涌入华盛顿特区 包括99个抗疫团体 当局会设置坚固的路障 应对任何的卡车冲撞袭击 路障将限制车辆进入敏感区域并且控制人流 另据报道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日前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 不谦虚地自夸称本届政府是美国现代史上 第一个没有重大丑闻的政府 另外在采访中 奥巴马不忘暗暗敲打继任者特朗普 暗指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应该收敛起随性作风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lk to him But here's what I think First of all, I think everybody has to acknowledge don't underestimate the guy because he's going to b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ne thing I've said to him directly and I would advise my Republican friends in Congress and supporters around the country is just make sure that as we go forward certain norms certain 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don't get eroded because there's a reason they're in place 有分析人士解读 奥巴马言下之意是在警告特朗普 不要破坏其政治遗产 但现实情况是 奥巴马过去八年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展 很可能会在特朗普上台后被推翻 包括一改法案 环境保护 以及与伊朗达成的全面核协议 就这个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华 特朗普下周即将正式的就职 这场就职活动已经筹得了近亿美元 而且还在继续的增加 比奥巴马两届就职典礼筹得的款项总和还要多 您觉得特朗普为什么要把就职典礼 办得如此的大手笔呢 这应该说呢既符合特朗普的个人风格 也符合他当前的政治需要 一方面呢 他个人就是一个非常的爱排场爱秀的人 我们看他的飞机 他的家里边 他所有的跟他有关的这个品牌东西 都是用最高调 最奢华的这种形式来展示 来包装 另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他的这个一个对现在的这政治局面下 显示自己个人影响力的这样一个手段 就是虽然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一部分的民主党的精英 对他有这么多的意见 虽然共和党内对他也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但是他要用这样一次非常的这个有影响 有这个媒体效果 有宣传效果的这个就职典礼呢 来展示他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来展示他的这种个人的地位 不管是他的筹款能力 他的这个能够请到的各种各样的嘉宾 甚至反对派的嘉宾 比如说他据说要请这个克林顿夫妇出席 包括他对于美国社会政变和反对派 这样一种团结和整合的能力 这都是要通过一次就职典礼 这个仪式上形式感的这个东西呢 来体现背后的这个政治上的这种意图 即将卸任的奥巴马做客电视节目60分钟 他不忘暗暗的敲打继任者特朗普 入主白宫后应该收敛起随性作风 奥巴马的敲打特朗普会听得进去吗 特朗普正式的上台之后会随性如初吗 我想特朗普的随性啊 不只是他个人性格的这种体现 也是他的一个给自己的政治定位 或者政治形象的一个包装定位 他的随性我们可以观察 他的话都不是随口说的 他的随性所说的话 恰恰符合他的基本支持层的这种政治观 或者说是叫三观 他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的白人 然后呢 可能表面上看有一点口无遮拦 然后甚至有一点没有文化 这样的一个定位 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个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而且他在商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在以前做的像学徒那个系列的节目 包括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第一非常聪明 第二其实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可以非常有教养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推特 在这些社交网站上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个人 他其实背后是他的整个的政治定位 所以奥巴马说他不要随性 其实对特朗普来说 这个随性就是他获得政治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媒体宣传或者说是公共形象打造的一个卖点 我们可以预期他上台之后还会保持这样的随性 这个随性不是真的随性 是他非常精心 非常专业设计出来的一种形象 好的 谢谢刘华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请教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会谈 确认将力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 并将向特朗普强调TPP的意义 特朗普团队近期似乎也对日本等国释放了会巩固盟友关系的信号 那么TPP后续命运将会怎么样 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观众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邪清凌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下面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据中心网援引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4号下午 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悉尼举行会谈 两人还出席了自卫队和澳军进行物资和劳务相互融通的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版的签字仪式 而鉴于持保护主义立场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20号将就任 日澳首脑将在推进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内的 自由贸易体系方面共享认识 据报道 澳总理特恩布尔在与安倍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就促使自卫队与澳军的共同运用和训练顺畅化的新协定表示 正在为今年年内达成一致而展开作业 有意与日本加强安全保障合作 会谈还针对被定位为所谓准同盟国的日澳两国关系 确认将进一步深化所谓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日澳两国还签署了为推进防务合作 让提供弹药成为可能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改版 而有关对美关系 双方计划以日美美澳同盟为基轴 促使三国意见沟通更加活跃 另外安倍在会谈前出席了两国经济相关人士参加的商务集会 他谈及2015年1月生效的日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呼吁称希望活用这些基础框架收获更多成果 期待扩大两国交流 报道指出日澳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参加国 计划强调TPP对亚太地区稳定做出贡献的意义 两国将力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 并向宣称考虑退出的特朗普强调TPP的意义 据此前报道特朗普曾声称会在上任第一天废除TPP 但日本对推进TPP不死心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于2016年12月9号 表决通过了TPP批准案及相关法案 日本是12个参加国中继新西兰后第二个在国会通过的国家 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近日的一场 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自己将不会反对TPP 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习奥博也针对此言论回应称 现在说TPP协议消亡还为时过早 就这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人刘华 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会谈 确认将力争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早日生效 并将向特朗普强调TPP的意义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TPP的问题上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团队近期似乎也对日本等国释放了会巩固盟友关系的信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对TPP后续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判断 首先特朗普已经把TPP作为他的一个政治的筹码 他之所以要抛掉TPP是因为他要更多的使用双边之间的经贸安排 比如说美日之间的谈判 比如说美韩之间的谈判 甚至包括美澳和美国与东南亚个别国家的这种谈判 那么这样的双边安排肯定将来我们可以看是更有利于美国的 比如最近他敲打丰田 说如果要丰田把工厂从美国迁到墨西哥的话 就要对丰田增税 导致丰田一方面取消了这个项目 一方面就说要在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增加多少投资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TPP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不会落实 即使落实也是一个名义上的落实 因为没有美国的参加TPP就失去了基本的意义 日本现在之所以要继续在TPP上往前拱 有两个方面的这种原因 第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一定要给安倍一个缓步的一个下台阶的一个机会 就是不要让TPP死得那么快 如果TPP很快终结掉的话 安倍在国内难以交代 因为安倍之前在这个事上已经推了很长时间 另一个就是日本希望提前用日本澳大利亚 包括越南包括一些TPP其他的中小经济体为核心 打造一个先期进入TPP的圈子 先做起来一个样板给美国看 然后吸引美国加入TPP 但是这个做法这个政策的思路很有可能最后很难成功 因为对特朗普来说 你们这几个国家做起来的这个经济体 第一能不能有效另当别论 第二即使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我更要把你拆掉 拆解掉之后用双边谈判的方法才能给美国换来更多的利益 特朗普希望的是各个击破 而不是让你们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之后我再给你打交道难度就更大了 所以对TPP的前途应该说还是一个悲观的判断 那么您觉得奉行区域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上台之后 亚太政策会进行怎样的调整呢 我想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可能会有两个重心 第一个重心就是在经济上 特朗普这一任在第一任的这个四年里面 他的政策中心还是拼经济 那么拼经济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在贸易问题上要对美国有利 然后在投资这个问题上面 要吸引整个的亚太国家 包括新兴国家呢 他的资本向美国流动 另一点就是外交和安全 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呢 特朗普不排除会在这个亚太呢 搞一些安全议题上的动作 比如说在海洋问题上 在一些这个争议问题上呢 要显示美国比较强硬的存在 但是这个政策呢 和他的经贸政策一定是要配套的 就是他不至于损害到 他为美国国内争取就业机会 争取投资的这个前提 所以他在安全政策上和外交政策上 他的动作有可能在初期是有一定限度的 而从日本来说呢 现在非常希望能把美国引进这个亚太 能让美国投入更多的安全资源 比如说部队 比如说军舰 飞机到亚太地区来 到西太来 然后日本可以假借这样一个阵势呢 加强他所谓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防御 另外就是加强对南海 对一系列的这个热点问题的介入 但是日方的这个政策的思路呢 和特朗普的现在的政策中心 是有一定差异的 不排除日方会采用一些这个 挑起事端 刺激地区局势 然后制造所谓的意外事件 甚至擦枪走火这样的这种危机 用这种战略诱导的方式呢 来塑造 介入形成特朗普的亚太政策 因为特朗普的亚太政策还没有完全成型 如果安倍在这个过程里面搞一些动作 那么就有可能使特朗普的亚太政策 特别是安全政策呢 更激进 所以我们对日方的这种外交和安全上的小动作 特别是背后隐藏有可能大的这种图谋的小动作呢 一定要更加关注和警惕 好的 谢谢刘华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猎鹰九火箭重返太空 首次成功在太平洋实现海上回收 详细情况我们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一起了解情况 欢迎您继续收看通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谢清凌 下面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根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时间14号上午9点54分 搭载一星通讯公司10颗卫星的猎鹰九火箭 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大约8分钟后 视频直播画面显示 火箭第一级成功降落在太平洋海上一艘无人船上 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次在太平洋实现海上火箭回收 该公司随后在推特账号上宣布 卫星已确认成功入轨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分7次 为一星通讯公司发射至少70颗卫星 此次发射的10颗卫星 是一星通讯公司下一代全球卫星计划的第一批 2016年9月1号 猎鹰九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台上 进行发射前例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猛烈爆炸 火界上搭载的一枚价值近2亿美元的通信卫星损毁 这一事故被认为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立以来 遇到的最难解最复杂的失败 对美国太空探索项目和商业航天发展 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因此此次火箭成功发射和回收 对该公司意义非常重大 来看下一条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宣布 美国国土安全部终止执行长达20多年的干脚失脚政策 即允许踏入美国领土的古巴偷渡者刘美 一年之后申请获得合法身份 而那些在途中被捕的古巴偷渡者则将被遣送回国 政策废除之后 任何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境内 且不符合人道主义救援条件的古巴人 将同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面临被遣返 奥巴马表示 这个执行了20年的政策是在一个不同时代的产物 终止该政策将使我们的移民政策更加的一致 他还宣布 国土安全部也将终止一项允许在第三世界国家服务的 古巴医务人员进入美国的项目 他们今后将和其他国家公民一样 向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 对此古巴政府发表声明 称赞这一举动是古美两国之间推进关系的重要一步 意外是舆论对奥巴马此举的主要评价 在美国国内支持奥巴马的声音说 此举有助于规范来自拉美的移民 不过美国国内的反对声也不小 他们认为这会助长践踏人权的现象 此外也有媒体认为 奥巴马给特朗普留下了一个新难题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 铁股关系得到改善 前提是美国应该从古巴那里得到更多回馈 显然奥巴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据新华社15号报道 就韩日近日因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 新立威安妇少女像引发的两国外交风波 刚刚卸任联合国秘书长 下届韩国总统有力潜在竞选人潘基文 日前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日本政府向韩国威安妇受害者提供 治愈金的目的是换取韩方 拆除设立在日本驻韩使馆外的 威安妇少女像 韩国应该把钱退给日本 潘基文在2015年底 日韩达成共识后不久 曾在电话中向总统朴景辉表示赞赏说 对于做出正确勇敢的决定 历史将给予正确评价 但返回韩国之后 他则以日韩共识存在不足之处为由 认为存在进一步磋商的余地 有韩国媒体对此评论 称潘基文180度转变了态度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在美俄黑客门步步升级 持续发酵的同时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 也不断地增强军事存在 继续与俄罗斯形成对峙 作为回应 俄罗斯则更多部署 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波兰总理希德沃14号举行欢迎仪式 迎接一批新进驻波兰的美军士兵 这批美军的人数为3500人 据波兰国防部介绍 参加北约大西洋决心行动的 首批美军士兵7号抵达波兰 进驻波兰西部的军事基地 开始首次为期9个月的住房 根据大西洋决心行动计划 美军士兵还将陆续进驻波兰境内的 其他4个军事基地 此外 美国空军部队将在今年春天进驻波兰 而多国部队士兵也将从4月份开始 进驻在波兰的军事基地 9号 美国首批坦克已通过铁路运抵波兰 据了解 这是冷战后最大一批美国装甲坦克的转运 对于美国和北约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指出 这是针对俄罗斯的又一次军事挑衅 俄罗斯也不断增强防空力量的部署 装备有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的 俄南部军区的一个防空导弹团 14号在克里米亚首次进入战斗值班 S300和S400现在在克里米亚 将同时执行战斗执行任务 俄军还将在克里米亚部署更多的S400 今年还将有4套S400交付 俄空天部队执行战斗执行任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叶庆林 在福州 各位晚安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